9月12号早上9点多 一辆货柜车在中山区仙洞西岸连外 道路光华桥路口处附近翻覆 警方拒报后立刻赶到现场处理 幸好司机只有轻微擦伤 同样赶到现场关心的事 议员装进盛则呼吁相关单位要重视 改善这里的道路交通安全问题 在9点半的时候 在仙洞地区又发生了 我们货柜车的翻车事故 我们在议会也跟道安里面 也曾经一直在跟所谓的港公司 所谓的车道分流的问题 以及这个闸道的一个弯曲路的问题 常常发生这样的货柜车翻覆 之前还有油品车翻覆 还好这两次的事件都不是有危险品 可能是弯道速度过快 以及货柜里面的支付空间 没有摆放的平衡 所导致的一个这样的期限 我希望有关的单位 一定要相当的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能再造成这样的车祸一战的发生 警方初步调查货柜车要上六二快速道路时 因为载运的货柜失去重心 不小心造成翻覆意外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播剧柜车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